高雄市交通大队为维护行人通行路权 预计在年底扩大增设16处路口科技执法设备 针对不理让行人闯红灯 以及不依标志标线耗制指示行驶等 违规行为落实执法 持续推动强化行人路权观念 为配合交通局依照市路口改善计划 预计在年底扩大增设16处路口科技执法设备 针对车不停让行人闯红灯 以及不依标志标线耗制指示行驶等违规行为 落实执法 持续推动强化行人路权观念 高雄目前有71处科技执法 以前政区10处最多 市府评估科技执法能有效减少车祸发生 减少警力负担 年底扩大增设16处路口 大多是在学校、公园、社区附近 民众虽然都持肯定态度 但是仍然看法不一 尤其在马祖港桥旁 中山四路和五甲三路口路端 因为旧桥施工导致路口长长堵塞 地方便希望能够暂缓实施 这样交通就是比较顺畅 科技也无所谓 因为我们都是遵守的 只要你遵守交通规则 你又不怕什么科技死保或是警察 躲在什么树荫底下 我帮助 至少不会有 车子突然跑出来的情形 稍微要补好 一个补好厘而已 其实我穿房间 穿白补了 现在五甲九一边刚做好而已 交通交通非常混乱 希望市政府方面 交通科技指法可以暂时停止 让我们五甲九整个组合 整个开通后来科技指法 我认为更适合 科技指法是很好 但是现在桥还没有做好之前 每天交通很乱 这样下去的话 对市民很不利 最好是等桥完全施工完成之后 再来做比较妥当 高雄市警察局交通大队呼吁 设计科技指法设备的用意 是希望用路人能够提升手法意识 培养正确路权观念 达到防治事故之效果 让行人通行安全更有保障 尽请用路人共同遵守交通规则 营造安全有序的用路环境 记者张世民高雄报导